大家好,我是千银门荣杰 首先,大家找有塞伟性的三张牌给大家表演一下还原 在这儿注重的讲一下,很多人感觉还原没有用 其实还原是有用的,还原并且还很重要 有些人感觉还原起我的牌不让动 不让动也都没关系 只是说是表面上看到不让牌动的 其实老千对你们起我的牌不动的完全可以做到的 前面讲过把牌放到上面去弹起,下面抽起 没看过这两个视频可以前面看一下 我们就用前面第一个手牌把牌抽到不懂的位置 抽四个人,几个人都可以 现在这个牌发四个人是刚好放到我手里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这个牌是正常发可以的,但是商家要切牌 大家切过牌的话,我们还拿到 老千做这个还原呢,有的他就坐着坐,有的站着坐 有的坐着高,有的坐着低,有的在床上,对不对? 在不同的位置,在不同的高度,他都用到了不同的还原来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几种,大家可以看看 就像现在,随着我们这有的人打牌的话,就摊开 你们拿过的牌摊开抓的,那我就用这样的方便 拿起来一摊,这个牌就到上面去 还有些人呢,他是把牌放到这 你们切过的牌,这个牌不是很整齐 别人一切,随便扔一边了 那也很简单,我们就拿起牌,就往这一放 那这个牌呢,牌就上来了,这个叫桌面快速还原 还有人这儿呢,现在切过牌就放在桌上,牌有点乱 对不对?我们就拿起牌,把这个牌敲敲桌子去拔牌的时候 那这个牌又还原掉了,这个叫敲桌还原法 当然还有,参加切过的牌,我们拿起来,手这么一摸,再去拔 这叫摸牌快速还原,还有人,就是说切过的牌呢 我们就直接拿起来,直接去拔牌的时候 这个牌就直接就这么一发,这个牌就已经火焰掉了 也是一样的,这个叫拔牌快速还原 还有人呢,一牌怎么做呢? 就是说,把牌拿起来,是吧?就这样绿绿牌,是吧? 弹弹牌,这个也一弹快速还原法 一弹快速,就说我们拿起牌一弹,就是这个牌上 就是牌不长齐,我们再多牌就可以了 还有人怎么还原呢? 就是说,伟大邻居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牌整整齐齐的拿起来,对? 那大家看一下吧 捋捋牌就可以了 其实说,捋不捋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拿起牌就这样,从这儿,走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牌就已经火焰掉了 没有看了,再来一遍 把牌整整齐齐拿起来,是吧? 就这样呢 对,那这个牌就可以,一样可以放在我们手里 当然有些人说了,那我们这儿的牌呢 是怎么样呢? 就这样呢 每张牌中间都隔三张 都隔三张 是吧? 现在这个牌呢,是我们正常的放到这儿,是吧? 我们把牌呢,切过之后 我们就教大家第一个吧 直接教一下第一个吧 后面我们时间的问题就不再录了 再录掉视频藏不上来 现在呢,张家呢,切过牌呢 我们拿的时候错一点 错一点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手 教一下,教一下第一个 把这个牌呢,盖下去 看牌,这个牌就在上面 没有看懂的,再看一遍 看牌园员是怎么做的 是吧? 把这个牌,直接摊开 就是说我们在拿牌的时候 是吧? 用手掌心,卡住了下面 用小拇指,卡到下面的 就是伊塔牌 然后用这边的牌,错过来 把牌,盖上去摊开 那,其实很简单 这个视频就落到这里 感谢兄弟们对千一门的大力支持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解更精彩的一些签数 一些,揭秘一些更精彩的签数技术 也希望兄弟们多多支持一下 帮忙转发评论 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感谢您的大力支持